欸?為什麼有賣冰淇淋? 尼克夏什麼時候要開始賣冰淇淋了啊? 還有很多配料耶 還有賣蛋糕 這是好吃的 這個巴斯克好吃 不錯 這真的很好吃耶 到WOW的等級嗎? 好明媚喔 而且那個奶香味很厚 被蛋糕耽誤的飲料店 HELLO 我是阿滴 今天我們繼續大英國的篇章 我們喝過了紐約的珍奶 杜貝爾的珍奶 當然來到了英國要繼續的採點珍奶 就是這些台灣出發的品牌 到國外發展的如何還好不好喝 這次一樣是跟試腳練一起喔 我們在旅程當中 我只要有看到珍奶店 我就進去買一杯標準的珍奶來喝 這就是我們這次實測的方式 那一共會採點五個不同的品牌 但是話說 最近跟試腳練一起去到了很多的地方 我們一起吃了很素的米其林料理 杜貝非常盤的金箔料理 甚至還有沖繩的名產苦瓜漢堡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漸漸發現了HOOK有一個商業機密 那就是只要看他的眼袋 就可以知道食物好不好吃 這個是覺得好吃的HOOK 沒有眼袋 這個是覺得不好吃的HOOK 你看那個眼袋都炸出來了 Cococo 是誰 Cococo 到底是誰 是我啦 眼袋精靈 天啊你坐在又大又黑的眼袋底下 不會覺得天天都很無聊嗎 完全不會喔 因為我有 Surcher VPN Surcher VPN Surcher VPN 沒錯 雖然這個眼袋的主人 睡眠習慣非常的不好 但是我可以透過Surcher VPN 跳到不同的網域裡面 購買不同的國家正在打著的眼霜 讓自己隨時隨地都看起來很有精神 好方便 沒錯 哎呀 有岩屎掉下來了 你覺得剛剛那個是杜拜的岩屎還是英國的岩屎呢 我們不出來不同的國家岩屎有差嗎 沒有差 全世界的岩屎都是我的岩屎 因為Surcher VPN 只要一個按鈕就可以帶我去不同的國家 而且衝浪鯊魚還可以隱藏你的網路主機 HOOK完全不會發現自己的岩屎 在半夜偷偷地跳到了新加坡 哇老耶 重點是衝浪鯊魚還超級會生 不管是要從一條鯊魚變成五條 還是2.5條 只要有一個衝浪鯊魚的帳號 就可以在無限的裝置上面使用 完全就是最強的VPN 哇真的好划算 現在就使用阿滴的折扣碼都瑞瑞 還能夠享有專屬優惠 購買兩年方案再免費送三個月 又不習慣的話 Surcher也有30天的退費保證 我會把所有的資訊放在影片的下方 那現在就讓我們回去 開箱英國珍奶的現場 好我們的第一家珍珠奶茶 就是直接在我們住的民宿 旁邊走路一分鐘就可以到了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凍茶阿 喔它是電子點的 我要珍珠奶茶 然後Sandard Sugar 那Little Ice好了 這邊一杯正常大小的珍珠奶茶 是4.8磅 這邊有英文的Menu 他也教你怎麼order 櫃檯還蠻乾淨的 Thank you 好 我們來喝喝看 第一杯 不同國家珍茶有沒有不同的口味呢 它甘蔗糖的味道很重 我覺得稍微的甜了一些 我是點它正常糖 珍珠是偏硬的 小一點點的 我覺得上次我們在紐約喝到的共茶 比較好喝一點 味道跟紐約差不多 可能因為正常糖 比我喜歡的糖度再升高了一點 然後它是 喝完之後會有一點糖的 回來的 反酸的味道 我好像比較喜歡這個耶 不知道為什麼這喝起來比較高階的感覺 真的很太甜 嗯 比較甜一點 我還好 甜度是可以自己調 我應該要先問他 推薦的甜度是什麼 我剛剛是直接點了全糖 那以全糖來說的話是有點太甜了 但是還是很好喝的 它是一個 喝了不會生氣的珍珠奶茶 它的茶味我也蠻喜歡的 好 我們第一位先有共茶 就是一個基礎好喝的珍珠奶茶 我會給它7點5分 然後呢 這邊的珍珠奶茶店啊 都很早就關門 你看他們現在裡面已經全部都收好了 他們7點就關門了 好 我們找到了第二間珍珠奶茶店 在 Kensington皇宮旁邊 叫做T4清茶達人 它的菜單全部都有中文翻譯 那我們一樣就是點珍珠奶茶 4.2 這間蠻漂亮的小店 好 它前面這裡有一個拍攝夾 它裡面是4.5耶 它外面寫4.2 它可能漲價 我在想問是 Promulti 4.2還是4.5 哦 OKOK 知道了 好 它這邊有講說 漲價了 我想我會拿到普通的Promulti 你們給你們推薦什麼 我會拿到普通的糖糖 普通的糖糖 OK 那我們第二杯珍奶 T4 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假的 什麼湯送冰 半冰全茶 好台灣味喔 對啊 我覺得很台灣味 首先我覺得它長得很像休閒小站會出現的奶茶 喝起來也像 可能奶粉是 很台灣味 這很台灣味 這很台灣味 但是這個是台灣品牌嗎 清茶達人我沒有聽過 這個蠻好喝的耶 這個我覺得是目前我在國外家都最好喝的真的 這麼誇張 真的真的真的 OK 它的珍珠軟硬程度是剛剛好的 不會太硬 也不會太軟 珍珠真的滿Q彈的 對 珍珠滿Q彈 奶茶的部分 它雖然是奶粉 但是我覺得它的味道是滿對的 它是全糖 但是不會到太甜 這杯它的口味跟珍珠 綜合評分 我們給它8分 你們是從台灣的產品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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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四清茶達人 它說是台灣的品牌 好 我們第三家珍珠奶茶 叫做MUBU 這也是我沒有聽過的珍珠奶茶店 但是它也有中文 它門外有一個很大的珍珠奶茶 店裡面長這樣子 我只買了Classic和Tapioca 所以這就是推薦的級別 OK 所以這樣子是4.39元 它是我們目前最便宜的珍珠奶茶 它們的內用區 店員剛剛說MUBU也是台灣來的品牌 OK 我們拿到了 這是他們經典的珍珠奶茶 它這個痕跡比較明顯 這個黑糖的痕跡 這比較不行 它的珍珠是整個軟的 軟的就是沒有絞勁 感覺它的奶茶比較水一點 這我覺得味道比較淡一點 然後珍珠會太過軟 茶味也比較淡一點 所以它的甜味是來自珍珠 它珍珠很甜 但是珍珠整個是軟 我覺得珍珠再Q一點就好吃了啦 因為如果不喜歡糖的話 車這裡也是OK啦 我覺得它比較水啊 我也覺得有一點吸吸比較吸 奶茶的甜度比較低 然後糖都是在珍珠上面 那個茶的基底沒有那麼厚 這一杯我可能會給它的6分 好那接下來是我們的第4家 是茶泰 這邊是倫敦的China Town 所以到處都是中華料理啊 台灣料理 這間茶泰是紫色風格的 它那個Menu在這裡 所以它的珍珠感覺是4.3塊 然後是我們目前最便宜的一家 這家的人還蠻多的 目前最多客人的珍珠茶店 然後我會買了 茶泰奶奶茶和珍珠 但哪個推薦的糖級呢? 我覺得我會買半糖 我會買半糖 我價錢搞錯了 它單純奶茶就要4塊3 然後加珍珠的話要加錢 要再加5毛 所以它總價是4塊8 所以應該是跟貢茶一樣 算是最貴的珍珠奶茶 這個珍珠奶茶來了 好 茶泰奶茶 茶泰奶茶在杜拜也有 又是一個點頭 我覺得跟貢茶有點像 那珍珠呢? 珍珠比較黏牙一點 珍珠是目前裡面最硬的 是喔 最硬最黏的 最有嚼勁 它有茶香嗎? 它也有茶香 它這個也有一點點偏甜 但它已經是半糖了 所以它這個全糖一定會爆掉 以它最近口味來說是蠻好喝的 蠻台灣的 可是也是那種傳統的台灣飲料店 比較沒有那麼現代的飲料店 這個就是茶泰奶茶 這個你是不是紐西蘭也有 對 紐西蘭喝的時候它就是這樣 它的珍珠就是這樣 喔 你比較喜歡硬的還是軟的珍珠? 要Q彈吧 Q彈啊 比較不能軟爛也不能太硬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不要這麼硬的 嗯 我也喜歡軟一點 第四號 選手茶泰奶茶 然後它跟貢茶是一樣價格的 中杯4.8塊 像這個的話 我應該會給它的 7分 好 現在路過了一間店喔 剛剛從後面走來 不知道他們在排什麼 然後到最前面才發現 他們在排這個 這應該是喜茶 好像是說 這一個禮拜才新開幕的 現在有在做開幕活動 所以很多人在排隊 但實在是排太多人了 我應該沒有時間跟著排 它是一路到這邊 然後這個街口還彎過去 這邊一整排 一直排到這裡後面 很像那個再睡五分鐘在飛車 剛開第一家店的時候 然後在家我可能會喝不到 就可能排隊要排太久了 各位 我這支影片啊 就是想說要拍五間 然後我發現這裡應該是 飲料店的第一站區 那邊是Coco 這邊我發現有個迷克夏 然後後面MachiMachi 然後那個Bobo也是珍珠改茶店 光是這邊這個街區 就有1 2 3 4家飲料店 跟台灣很像 對 那我最後一個 試試看迷克夏的珍珠奶茶 我們的迷克夏選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價格 Machi 3.65 怎麼這麼便宜啊 而且它是鮮奶耶 欸 為什麼有賣冰淇淋 迷克夏有什麼時候要開始賣冰淇淋了 還有很多配料耶 還有賣蛋糕 迷克夏什麼時候變85度C了 這邊一樣是用電子點菜氣透 珍珠奶茶 哦 OK 4.65 多了試吃一下 迷克夏的冰淇淋 可以先吃 好可愛喔 它上面還有迷克夏的logo 這個餅乾 抹茶的嗎 哦 如何 比較像茉莉綠茶 茉莉綠茶 這個多少錢 欸 快五塊 哇 還有這個好像三塊錢 巴斯克蛋糕 巴斯克蛋糕 你覺得還是半熟的狀態 這是好吃的 這是好吃的 這個巴斯克好吃 哇 感覺裡面也好 好軟嫩 哇很好吃耶 哇 不錯 半熟的 現在真的很好吃耶 到哇舞的等級嗎 哦 好明明喔 而且哇 那個奶香味很厚 這個東西很好 很香 被蛋糕耽誤的飲料店 我覺得應該是 英國的迷克夏代理商 他們覺得這樣子比較有高頭 就做一個複合式的 好我去看一下我飲料來了 這是阿咪吧 對 謝謝你 謝謝 我拿到一個免費的冰淇淋 謝謝 感謝迷克夏 最後一個參賽者 我要先講 迷克夏在我心中 本來就是一個 在台灣很高分的飲料店 所以它是這一整趟 唯一一個鮮奶茶 的飲料店 但它並不是最貴的 它四塊六毛五 第二貴 其他應該可以點鮮奶吧 也有 也有 對沒有 但是其他鮮奶會更貴啊 其他鮮奶可能五塊多 我覺得我可能 糖度點太低了 我就是點半糖 但它的珍珠很香 珍珠很甜 對 完全呢 我覺得茶味比較重一點 對 茶味比較重 珍珠比較甜啊 這邊還有蜂蜜味 你喝一下的珍珠就很厲害了 對對對 蜂蜜珍 它的珍珠是 目前這五家裡面最好吃的 軟硬度也是最剛好的 感覺是健康的甜 真奶配雞排真的好爽 真的很爽 真的很爽 茶泰跟貢茶的那個奶香味 都更重 但是它是唯一一家用鮮奶 好那最後考量到它是鮮奶 加上它的價格 我覺得 這杯應該有個八分 米克夏 在倫敦發揚光大 你知道剛剛啊 我問店長 他說這裡的飲料店 每一家店在不同區 都會不同價格 所以他會依照這邊的店租多少 他說星巴克也是 所以倫敦的星巴克 每一家的價格都不一樣 好我們珍珠奶茶之餘呢 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感謝大家 我們總共嘗試了五家珍珠奶茶店 我們現在最高分的就是 米克夏跟T4清茶小站 然後我有兩個觀察 這五家裡面四家全部都是奶粉泡的 這邊好像大家對於奶粉泡的奶茶 接用度很高 而且他們每一家店 其實也都有鮮奶茶的選項 但是奶粉泡的跟鮮奶茶 可能價錢差不會很多 可能奶粉泡是4.8 鮮奶茶可能5塊 這邊鮮奶可能比較貴吧 就是好像這邊的人 沒有追求一個需要是鮮奶 這個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台灣人就是鮮奶茶就會多個20塊之類的 然後第二個是 這邊珍珠奶茶品牌超級多 所有在台灣常看到的那幾個 有到國外的品牌 全部都有在倫敦 而且這邊的種類可能跟台灣不相上下 對 一家兼著一家 一個街區就有四五家飲料店 競爭非常激勵 珍珠奶茶席捲全球 真的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開心 看到很多台灣的品牌在 異鄉還可以有這麼亮眼的表現 都是外國人在排隊啊 然後再去享受這個文化 所以今天跟大家帶來這個開箱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在 倫敦的珍珠奶茶烤茶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這次非常多的影片 大家都可以去各自的頻道看 好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請到旁邊 我請教我們 倫敦 真的 都可以在ixes